女明星到底有多败价 普通人两个月的工资 只够张柏芝做一次头发 王妃一顿饭点的酒钱 比很多人一年开销还多 努力熬夜加班正月薪几千 女明星随便一张面膜两万 他们花钱的程度 远超你的想象 第一位王妃 身为天后王妃的花销大道难以想象 随便一顿饭都要上万元 是普通人只忽斥不起的程度 2021年王妃和友人聚餐被拍 豪爽了点了八瓶红酒 这几瓶酒来头不小 都是二十年前酿造的 现在全球仅存二十三瓶 喝一瓶少一瓶 王妃一下就点了八瓶 除了爱喝酒 王妃还喜欢打麻将 简直就是痴迷的程度 李亚鹏追到她就是在牌桌上放水 感动了王妃 可王妃排气很烂 还特别想赢 为了能赢派她跑到泰国 花八百万买了一个可以转运的戒指 又花二十万请大师开光 据说带着这戒指果然很少输钱 只不过不知道赢多久 才能赢回这八百二十万 王妃平时花钱如流水 逛街两天花了近百万 这一点李亚燃深得她真传 都知道袁勇一爱买包 可王妃比起来却是小屋见大屋 王妃痴迷爱马仕 几乎所有款都买下来了 即使几百万的限量款也毫不犹豫 每个颜色来一个 信佛后她花九百万在家中修建佛像 只为更好的潜心修佛 都说王妃是不老女神 这背后多亏了那些价值昂贵 动辄就要上万的护肤皮 据说她在医美上 每个月的花销都超过五位数 这些钱对于王妃来说都不是事 早在十年前她给牛奶做广告的薪酬 都达到了七千万 现在更是涨到天价 是花度花不完的程度 第二位张柏芝 和王妃喜欢同一的男人的张柏芝 也同样喜欢花钱 被问到心情不好怎么办 她理解回答 花钱了 当初和谢霆锋分开后 张柏芝心情不好跑去购物 一天就花了上百万 张柏芝成名很早 赚了不少钱 最大的爱好就是花钱 就算是父亲被追债 自己被下达江湖追杀令 也丝毫不受影响 给家人买房买车 参加节目时 其他人的装发成本是五百至一千 他的成本却高达五万 比其他人高了几十倍 逛街时路过汽车店 他看上一款车后 一次性买了三辆 除了给自己花钱 张柏芝还喜欢给家人花钱 送弟弟的车都是百万起步 上万的名表随便就送给助理 弟弟过生日 张柏芝豪至千万买下一栋别墅当领 儿子上学他下了血本 每年光学费就七十多万 加上辅导班 一年光学费要支出上百万 除了买东西张柏芝还喜欢花钱投资 在香港 北京都有很多房产 每次都是全款付清 如今这些房子价格早就翻了好几番 张柏芝虽然花钱多 赚钱能力也不容小觑 离婚后他参加了十几当综艺 有接不完的广告代言 轻轻松松粘入过亿 就算退出娱乐圈 都能几十年不愁吃喝 第三位刘嘉玲 随便一个手提袋都价值几十万 红毯上戴的钻石项链重达200克 刘嘉玲简直是行走的一天机 刘嘉玲出道多年 还嫁了个比自己还会赚钱的影帝 自然不缺钱花 出道几十年他拍戏 代言 参加综艺 早就积累了百亿身家 平时打扮竟显贵气 刘嘉玲有洁癖 在剧组拍戏 要盖一个全新的厕所供自己使用 拍戏十字掏腰包买了一百多套衣服 每套都是价值上万 这还不算什么 他喜欢收藏奢侈品 参加活动时戴过一条满钻项链 价值高达千万 他还热衷于购买房产 在很多地方都买了房 仅上海的房产就价值过瘾 如此有钱难怪他能自以挥霍 做客精心的节目 精心问他 刘嘉玲不屑回答 我不止八亿 我整个人是无价的 第四位张于奇 张于奇只用一句话 就证明自己多有钱 因为一块儿以下的钻石 统称为碎钻 那么碎钻在钻石里面是 不值钱的 张于奇并不是含着 金汤池出生的小公主 相反他小时候过得很不富裕 刚进入娱乐圈时 并没掀起什么水花 直到2006年遇到周星驰 才算彻底打开自己的事业 有挑不完的剧本 和接不完的代言 靠和身材一样火辣的性格 圈损无数 也赚得盆满锅满 为了弥补小时候过穷日子的遗憾 他花钱毫不吝啬 几十万 几百万的包收买就买 不喜欢就背去买菜 除了买包 张于奇也喜欢买房 他在上海的住所 一年租金就要500多万 还必须三年起租 也就是说光租房 张于奇就要花几千万 这足够买一套大别墅 参加浪姐时 张于奇给每个姐姐都准备了礼物 加起来差不多有30万 他还给几百个工作人员点奶茶 很多打工人纷纷跑去他的留言区 评论要交个朋友 第五位黄胜一 在浪姐中大家看到黄胜一 才知道什么叫豪门阔台 黄胜一出生于书香门第 他却向往鱼龙混杂的娱乐圈 遇到周星石后他打响名气 后来和周星石闹掰 转头养子怀抱 从演员升级为老板娘 婚后黄胜一很少拍戏 偶尔会上综艺刷刷存在感 也是因为这些综艺 曝光了他的生活有多好恨 在一档综艺中 无意中拍到他宛如宫殿的豪宅中 随便一个垃圾桶都要五位数 平时喝水泡的是百年陈皮 价格比黄金还要贵 没喝一口相当于喝了黄金 快四十岁的黄胜一 看起来还像二十多岁 因为他十分注重保养 护肤品都是世界顶级奢侈品 据说是樱花博皇室专用 难怪他能长年维持自己的美貌 据黄胜一自己所说 他一年的零花钱就要上瘾 平时上百万的包包 他买了一面墙那么多 黄胜一的婆婆比他还好横 孙子说喜欢滑雪 奶奶就给他在家里 盖了一座滑雪场 冬天俺就想滑雪 我们就在修理一个滑雪场 孙子想去游乐场玩 奶奶直接在家里建了游乐场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真想知道怎么投胎 才能下辈子投到这样的人家 第六位刘小庆 作为娱乐圈的长青树 光看刘小庆的不老容颜 就知道他有多少的花钱 刘小庆和其他女明星爱买包不一样 他喜欢买翡翠 都说翡翠是富豪最爱的藏品 好的翡翠能卖出上千万 甚至上亿的价钱 这样的藏品刘小庆家里数不胜数 其中有个品项上加的镯子价值上瘾 平时出席活动 刘小庆都是珠光宝气现身 佩戴的翡翠奢侈品都不带重样的 是绝对的翡翠大户 能拥有如今的财富 刘小庆付出了不少努力 中学毕业后他被下放到农村 每天有干不完的活 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每天练习弹琴 不想埋没于平庸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的才华被当地文工团注意到 凭借流利的情绩他被留下来 后来靠出众的外貌 被选中拍摄南海长城 由此迈入娱乐圈 开启自己乘风破浪的演员生涯 初到几十年 刘小庆不仅得高望重 也积累了很大一笔财富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段 买下四千平的豪宅 一年光保养费就有几十万 刘小庆在香港 澳洲 美国都买有自己的房子 每栋价值千万 这些财富让他有底气说出 即使有一天我垮了 依然能东方再起 第七位七位 普通人冰箱里放食物 七位的冰箱里都是顶级香水 在一档节目中 要求明星向观众 展示自己的冰箱有什么 轮到七位 他不仅展示了放食物的冰箱 还展示了一个放香水的冰箱 何老师拿起一瓶茶看 七位紧张地告诉他 这是绝版香水 一瓶在北京能买下一套房 我家里面有几个厉害的 是雇不出价格的 如果你真的要拿价格来评 那北京的一套房 应该是没有什么 一个别墅也没什么 吓得何老师赶紧放回原地 平时生活中七位也很奢侈 高级火腿 雪花牛肉都是他常见的食材 参加节目时 几十万的包包随意扔在地上 也毫不心疼 没事我一百来个 生孩子时 他一个月花了上百万 给女儿泡奶粉的水 都是法国进口 一瓶价值几百块 只能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难怪大家都争先恐后 想当明星